校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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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這邊是昆里佩的風寵玩家 我是Garden 大家剛剛有發現我們今天的布景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最近在忙搬家 所以今天先來那個 神聖的家裡 在做這一次的拍攝 OK,那在挑選貓狗飲食的時候呢 還會聽到蓋靈餅這個詞啊 那蓋靈餅很重要嗎? 蓋靈餅又是什麼東西?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就來簡單講講它的重要性 OK,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喔 Let's go! 以前自然科我們都有配過元素週期表 那首先呢 我們先簡單了解一下 蓋跟靈這兩個元素 對於犬貓會有什麼樣的幫助 那犬貓身體呢 對於蓋的需求量是很高的 因為其用於保護骨骼 也用於所有的肌肉控制 像是心臟肌群啊 身體核心肌群等等 那也幫助靈血 還有神經訊號的傳導 且蓋也作用於離子平衡 校長,要幹嘛啦? 要想上去 想盡頭喔 蓋對於犬貓的主要來源呢 是獵物體內的骨頭 而現在的商業主食 大部分啊 會再添加鈣的成分進去 基本上不用擔心缺乏 那靈呢 在骨骼跟牙齒的形成中很重要 因為靈會被鈣吸引 形成靈酸鈣 那這會造就骨骼跟牙齒的強度 而且靈在細胞膜 和產生能量的過程中 也發揮很關鍵的作用 是一個重要的營養元素 靈對於犬貓的主要來源呢 是肉類組織跟內臟 因為靈是細胞結構的一部分 好,那當我們知道 蓋和靈的重要性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一步了解 蓋靈比了 蓋靈比 顧名思義呢 就是蓋質跟靈的比例 兩者呢 必須達到一個平衡點 那對於全貌的健康 才會有保障 我們可以把這兩者 想像成一個敲敲板 哪一邊太多啊 或是哪一邊太少 也都不行 就有一點點像是 歐美加3跟歐美加6之間的關係 都不能失衡 OK,先說一下 我覺得這個沒有最佳答案 我提供的是客觀的看法 那FCO美國資料管理協會 它的建議理想範圍內 蓋靈比是1到2 比1 那NRC建議的理想範圍呢 是1.1到1.6比1 那美國獸醫呢 Elisa Cat 建議理想範圍 蓋靈比是0.9到1.5比1 那我把這位獸醫的見解網址 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我個人呢 建議 綜合NRC跟Elisa獸醫 所建議的比例 蓋靈比區間呢 落在1.1到1.5比1 因為這個範圍比較限縮嘛 比較不用擔心說吃不夠 或者是過量 但如果再更講究一點 可以落在1.1到1.3比1 尤其是幼犬幼貓 不管是蓋靈的攝取的多 或者是少 都很容易影響骨骼的發育 這往都是一些不可能的 終身骨骼 或是關節的問題 蓋攝取過少的話 容易導致骨折 軟骨病 或是身體虛弱 而蓋攝取如果太多 容易導致一些關節疾病 像是髖關節發育不純症 那至於鱗攝取過少 可能會導致 溶血性貧血 酸鹼失痕 骨骼發育的問題 鱗攝取過多呢 對於健康的貓咪 似乎好像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腎臟貓就必須要限制鱗的攝取 所以還是要再呼籲一下 新手貓奴狗奴 在做好完善的功課之前 真的不建議自製鮮食 或者是生食這種 因為很難將各種營養比例抓得均衡 OK 那我們最後來講一下 蓋靈筆的計算方式 蓋靈筆的計算方式 其實非常的簡單 首先我們看一下飼料 或者是罐頭的包裝 營養分析表格 通常都會有標示 蓋跟磷的失重比 那例如 渴望6種於全貓的飼料 其蓋含量為1.7% 0含量為1.3% 公式就是為 1.7%比1.3% 等於XX比1 那這個1這個數字 是固定不變的 所以說XX就會等於 1.7%去除以 1.3% 等於1.307 也就是說這款飼料的概領比 是1.3%比1左右 就是在理想範圍內 OK 那這支影片 應該可以帶給大家一個 基礎的概念 只會我們在挑選飲食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就好 其實市面上的商業主食 比例通常都是抓在這個區間之內的 那基本上也不太用擔心啦 那喜歡影片的朋友們 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也把影片傳給你身邊養貓養狗的朋友 我是瘋從玩家 他是Shoda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如果在1.1%到1.3%比1% Shoda你也會 他真的會想念頭耶 他擋在我臉前面 我要怎麼講話